今天来回顾一个目前很重大 但是我们很久没有探讨的议题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乌克兰是个贪污腐败的左派国家 俄罗斯是个跟中共联手的霸权极先锋 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就是狗咬狗一嘴毛 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 没有什么乌克兰70%都是基督徒 所以是好人 或是普丁是神的仆人 所以是好人之类的 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乌克兰要武器的话 可以跟美国买 但是美国不应该介入 也不应该送武器跟物资 给贪污腐败的国家 结果我们的政府送给了他们200亿 400亿再500亿 已经算是以千亿的来计算的援助 结果现在左派媒体爆料出来 结果现在被左派媒体爆料出来 只有低于30%的物资到了乌克兰 怎么回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常看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 堕胎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觉得要翻转美国要解决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堕胎 第二个就是统婚 这两个议题都绝对会使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越来越低下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笃定的认为呢 还有现在我们有证据 堕胎就是孩童献祭 不能够再清楚了 现在还有堕胎的仪式 华人家里如果有那种牌位的话 应该会很清楚而且很熟悉 我是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看新闻 看美国值得讨论的议题还有话题 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价值观的研讨 当我们每天在看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新闻媒体在打自己的脸 例如佩洛西访台 中国大陆一开始说别来 来了的话就有大事发生 后来变成美帝国主义极先锋 别亡火自焚 你来的话我们就把你飞机打下来 后来又变成佩洛西来台 其实是做面子的 没有想要让台海起冲突 这一切都是台独势力搞出来的 我们要针对台湾的台独势力 进行打击跟军事演习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从抗议美国变成针对美国 变成威胁美国 再变成美国是被利用的 其实真正的敌人是台湾 这个新闻 我们基本上没有报 其实录了 但是觉得没什么帮助 讨论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美国媒体对于乌克兰战争的态度转变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的都是 乌克兰不只是一个被俄罗斯侵入的东欧国家 乌克兰其实是西方世界的代表 乌克兰其实是民主的最前线 我们要全力支持乌克兰 要把所有的物资资源全部都给乌克兰 保卫乌克兰人人有责 乌克兰万岁万岁万万岁 泽连斯基是史上最勇敢的领导者 清廉勇猛没有惧怕 你以为真爱可以驱走恐惧吗 No 其实泽连斯基才可以驱走恐惧 他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他要多少武器就给多少武器 现在这些媒体吹捧了乌克兰这么久 一堆人什么把Facebook的头像 换成乌克兰的国旗的这些人 现在他们的观点改变了 现在他们说的是 我们给乌克兰政府的那些 绝大多数都消失了 我们看到这些巨大的历史的流动 的武器进入乌克兰 我们有什么感觉 他们在哪里走的地方吗 我们不知道 真的没有关注 他们在哪里走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这些东西都走到海岸 然后有些事情会发生 然后有些事情会发生 就像你 30% 可能我们已经遇到这个国家 30% 有些事情会发生 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到处的地方 在乎世界和平的自由之类的 然后不看我们节目 有些人说我们是 墙头草两边倒怎么一直在变 其实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变 只是现在 CBS也跟我们在说一样的事情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说 我们应该要给乌克兰这么多免费的武器吗 那个国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出了名的腐败吗 他们要的话用买的就好了 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好像不是很完整 要不要看一下双方的报道在做决定啊 我们谁都不支持 乌克兰跟俄罗斯就是狗咬狗 但是 这些都不行说 只要批评乌克兰就是支持普丁 重建苏联共产主义帝国 只要批评俄罗斯就是思想扭曲 加入了深层政府 只要我们不支持乌克兰 不想给钱 不想给武器就是诺夫 共产党不支持民主 不支持美国 结果现在他们在讲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讲到乌克兰了 因为这个战争变成了一个很无聊又没有目的的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说 这个战争三四天一个星期就会打完了 但是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很久了 至少从2014年就开始打 事实上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文化战争 不只在2014 甚至苏联时期 乌克兰跟俄罗斯就已经有摩擦的千年历史了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 这个complicated 很复杂 我不太可能完全懂 我敢保证连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人 都没办法完全懂 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 每个人都认为说 你要表态 你要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 就应该要出动美国的101空降师 帮助这个现在丘吉尔 泽连斯基打死俄罗斯 或者是普丁跟当时的川普一样 是神的仆人 你仔细想想俄罗斯多棒 基督教国家也反同婚 这个才是世界级的真正领导者啊 所以在LINE还有在Telegram上面的一堆阴谋论 每一个人一看就好像自己都知道整个欧洲的历史了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个战争会发生 泽连斯基说全部都是因为拜登的政策 让俄罗斯的油管运输开通 某层面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还有什么呢 美国在2014年的时候明显的介入乌克兰的政治 就是搞了一个欧罗卖单的这个清欧抗议示威活动 而且要革命 是不是也是真的 对 这也是真的 那这些都是原因 还有什么呢 北约向东扩张了好几年 是不是在柏林墙倒塌了之后 George Cannon Sam Noon 还有这个Daniel Patrick Monahan 这些冷战时的英雄都在说 北约千万不要往东扩张 不然你会惹到俄罗斯 到时候冷战就不是冷战了 会真的开打 结果北约就是扩张了 原本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中间有很多的中立国 就现在这些中立国全部被逼着选边站 然后俄罗斯感觉到被威胁了 现在就是降对降帅对帅 就是会有摩擦 会不会是问题所在 当然啊 乌克兰是不是个很腐败的政府 对啊 那我们现在送过去的钱物资跟武器 都不知道在哪里 会让你感觉很惊讶吗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之前不知道吗 还有左派媒体例如像CBS 他们现在播这些改变想法自我打脸的东西干嘛 可能代表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 没有像西方媒体说的一样 乌克兰什么有多勇猛 多勇敢 俄罗斯基本上完全没有机会 整个乌克兰草木皆兵 兵来降党 跟传说中的真田丸 一样顽固的守护家园 结果他们把冷饭炒了半天 全美国都来支持乌克兰给了一堆钱之后 他们现在好像发现 这个战争好像不是这么顺利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注意点稍微转移一下 现在好像要把乌克兰政府这个腐败露出来一点 这样子战争失败的话 就好像不是我们报道错误 而是因为他们其实很腐败 那这是其中一个可能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 另一个可能更可怕 就是他们看乌克兰对于整个东欧封锁俄罗斯很重要 然后他们发现我们好像一直丢钱丢枪丢子弹给这些乌克兰人 好像没什么用 现在我们要直接进入才可以 我们要直接介入才可以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 我们还是要守住乌克兰 保护民主 但是他们的军队挡不下俄罗斯 我们要亲自送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上战场送死才可以 为了整个欧洲的自由 我们也必须牺牲 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将会在接下来几个礼拜里面 看到媒体对于整个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的战争报道方式 这个是两个很有可能的方向 因为这个突然观点改变是非常奇怪的 而且在一个战争机器当中 这样子的改变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 媒体在报道战争的时候 都是透过国家利益的 所以说未来会怎样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就是 不管你是支持乌克兰 还是支持俄罗斯 我们一直都在被骗 说到阴谋论 有另一个阴谋论 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很多人说我们大惊小怪 怎么可能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 甚至我上个星期 跟一位比较老的基督徒 在辩论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来的说法就是 堕胎是不符合圣经的 堕胎是献祭孩童 堕胎是母亲把自己的小孩杀死 献给撒旦 祈求撒旦给他一个自由的人生 他觉得不是 他觉得堕胎就只是母亲不懂 又真的需要生活不允许 所以说这个母亲选择堕胎 他不支持堕胎 但是他也觉得说 堕胎权利是必要的 一直以来 AI News的观众就知道 我们认为堕胎是个假议题 跟什么女人的选择自由 女人的选择权没有任何关系 跟女人的自由也没有关系 堕胎就是献祭孩童 就是在杀人 堕胎是一个宗教仪式 我们认为所有的政治 基本上都是宗教议事 都是宗教议题 所有的道德观的攻击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摧毁教会 还有摧毁我们的圣经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政府当中 做的事情做的决定 最终都是关于道德的 而道德观一定是要一个 比我们更高的智慧才会有的东西 不然一切都只是我喜欢跟我不喜欢 我认同跟我不认同的个人想法而已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杀人、强奸、吸毒都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一切都是信仰跟道德观在对抗 现在在网路上出了一个影片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教导其他的女人 在她们准备堕胎的过程当中 还有她们的堕胎手术结束后 要做一个祭坛 然后在那个地方敬拜 建立了一个套路给你的选择 是一个很刹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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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就制作了一个空间 给你的秘密库的地方 你能够回来 每次想要磨叠 每次想要想想深入 或者想想想想 或想想想任何 aspect 的选择选择 它是一个很美的方式 能举到这些经历 和保持这个经历 在一个很刹路的选择 选择 选择 对于一团细胞 跟剪头法一样 不痛不痒的蛋白质 有这么多的仪式 这么多的想法 这么尊重 还有祷告 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影片里面 这位女士穿着 就跟现在很多 自己以为自己很自由的 自由派的 这些 no nino kuru一样 穿着瑜伽裤 瑜伽服 在她的公寓里面 盖了一个小祭坛 在这个祭坛上面 摆上她要吃的堕胎药 然后结束了之后 要把这个堕胎之后的 婴儿的尸体 它在里面说的是 fetus 还有人类胚胎 还有product of conception 受精后的产物 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摆在祭坛上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反对所有基督徒 去学什么瑜伽之类的 瑜伽就是一个宗教仪式 反正各位听了没有错 要把婴儿的尸体 放在那个祭坛上 然后在旁边又是 拜拜的香 然后你在那边冥想 你要在那个地方 对这个祭坛敬拜 很多人看着这个 然后会说 天哪 这太夸张了吧 这你的神经病吗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发生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在每个文化里面 都有这个样子的事情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献祭孩童 是最正常的仪式 一个用人命的献祭 来达到什么东西的仪式 中国古代的时候 应该每个人都听过 有什么和神 要丢一堆什么同男同女 秦始皇 让徐福带着一堆什么 一堆人去哪里找什么 长生不老药 就连现代都有什么养小鬼 什么生意人养了小鬼 生意就越来越兴旺 结果最后都是 对什么小鬼不敬 然后最后缠死非命 女人堕胎之后 会有什么阴灵缠身 需要做法 收金之类的东西 有去过日本的人就知道 有多少的鸟居 拜的都是婴儿 或者是死掉的小孩 那这个世界上 人类献祭 特别是孩童献祭 是非常常见的 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上 还有犹太教的文明里面 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不能献祭人命 不能杀我们的小孩 而且只有基督教的文化 是这么坚定的说 不能杀小孩 每个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人没有能力来去决定 造物者 创造出来的生命 生死 所以当基督教文化被扭曲 基督教道德观下降 被抹灭的时候 这样的常态 就会再度出现 人类就是会想要 杀死自己的小孩 以为这个样子 可以帮助到自己的生活 当基督教被抹灭的时候 我们不会变得更进步 不会变得更知书达理 更理性 而是我们就会回到 原本我们相信的多神论文化 当美国失去了 基督教的律法跟道德观 就是会有这么多可怕 恶心的东西 会来到我们国家 因为这就是人类 这个就是人类的基础 我们就是迷信的 我们就是有原罪的 我们就是想要敬拜撒旦的 我们就是爱打压人的 我们就是天生犯奸淫 无耻而且充满暴力跟杀戮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东西 觉得东西很可怕 你不喜欢人命的这个献祭 不喜欢这些大杂交 然后敬拜这些什么 多神论的撒旦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出去传福音 好好的读我们的圣经 我们就是要把圣经的律法 还有道德价值观传播给这个世界 我们就是要重新把基督教 放在我们的国家 放在我们的生活 以及放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还要把基督教的价值观 放进我们的政府里 你听到很多现在的人 左派的人在说什么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国主义的 是个什么宗教恐怖分子 这个是很倒退的 退步的 其实不是的 基督国主义的反义词就是 无神论全球主义 Atheist Globalism 无神论全球主义 就是国家不要边界 世界大同 政教分离 摧毁我们的文化 摧毁我们的国家跟传统 那个就是堕胎的祭坛 堕胎的祭坛就是这些什么 猴斗的这些杂交派对 而且还是政府鼓励的 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世界 不想要这样子的文化的话 你的另一个选择就是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让耶稣还有圣经的律法 来建造一个神喜悦的国家跟世界 我们这些当基督徒的 不只有这样的权利 而且还有这样的义务 而来去创造一个正常的 普通的 和常理的基督教的社会 很多人会这样说 不管你怎么做 就算你禁止堕胎 还是有人会去做啊 他们就会去找什么秘医啊 私下堕胎啊 所以你这个东西 还不如把它合法化 至少这样子堕胎是安全的 首先 没有堕胎手术是安全的 所有的堕胎手术都会死一个婴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就算禁止堕胎 还是有人会去选择堕胎 还是会去找秘医 但是堕胎的人数会减少 提供堕胎的医院会变少 堕胎的价格会变贵 人们会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不是选择献祭孩童 第三个 不能因为有人还是会去做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合法化 因为如果说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那我们就干脆废除所有的法律就好了 禁止吸毒还是有人会吸毒 禁止谋杀还是有人会杀人 禁止超速还是有人会超速 禁止看看A片还是会有人看 我们只要把谋杀吸毒超速 这东西全部都不要偷偷做 我们是要安全的杀人 安全的吸毒 给他们安全的超速就好了 逃税也是不可能避免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创造一个合法的机制 让人民可以合法的逃税就好了 你觉得你的政府会给你这样的政策吗 那就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OK的 堕胎应该要彻底禁止 就是刚刚那个女巫啊 如果是在什么16世纪17世纪的话 会被绑起来烧死啊 或者被石头砸死啊 我们不只是要在文化上面传达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活得有律法 我们还要在政治层面着手 让更多的基督徒参政 来改变这个时代 政治跟生活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可以同时影响这两个的 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敬拜什么样的神 我们的生活就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政治就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AI News想要做的事情 AI News不是一个政治频道 是一个信仰频道 目的是要想改变人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文化 最终影响到每个国家的政府 这个就是基督徒要怎么影响这个世界 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AquaSp Explorer 不同事甚至本家的声音 属相比的 今天来回顾一个很 很 登登登当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特ette 请稍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